建制派議員 我這樣做是因為我相信 有助於我主持會議 令到會議能夠順利進行自己完成 我要強調 在整個會議的過程 我認為 我是完全沒有做任何不符合 我要嚴格執行議事規則的職責的任何事 我亦都沒有做任何事 是會對泛民主派的議員 或者任何議員是不公道 我亦都並沒有不適當地使用泛民主派的議員 出於對我的信任 給我的一些信息 所以這一點我稍後再講多兩句 上個星期那兩天的會議 我最關注的一點 是怎樣保證會議能夠順利地進行直至完成 同時我亦都是因為我亦都是身兼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亦有一個責任保證在這個會議進行期間 大樓周圍的安全和秩序 我相信呢 根據過往的我們的經驗 當我們有一些爭議性比較大的議題 在議會裡面進行 而立法會大樓周圍 是有持不同意見的公眾人士結集的時候呢 往往都是每天去到入夜的時候呢 風險是最高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呢 往往是結集的人數是最多 情緒也是最高著的 所以呢 我是相信 如果我們 對於這個議案 是去到 現在比較晚的時間 進行表決呢 是會造成比較大的風險 在外面 周圍的那個 秩序的問題呢 是難以控制 出現衝突的機會比較高 這一點呢 我知道 很多建制派的議員呢 也都有相同的看法 所以 我是同意 他們的一個想法 希望 表決時間呢 能夠盡量在 下午 或者下午較早的時間 就能夠進行 在 辯論的過程裡面 兩個陣營的議員 當然都會有 不同的理由 是要早講 或者遲些講 我是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希望 建制派的議員呢 如果能夠的話 不一定要個個 將時間講到盡 因為我之前呢 亦都和大家計算過 如果我們69位議員 人人都用足15分鐘的話呢 就一定是 去到 18號的 好夜 才能夠完得到 表決 風險呢 是高的 所以我是希望呢 建制派的議員呢 能夠稍為 黑制一些 但是他們也有很多人呢 事前也都曾經表達過 他們很想要講 很多事情要講 那麼就說呢 我亦都提出 他們是不是呢 盡量 押後那些 等盡量多其他的議員 泛民的議員講了 變成他們呢 就可以看著那個時間 到時 如果下午已經來到呢 就盡量講短些 或者甚至有些人不講了 我希望是這樣 所以呢 在整個過程裏面呢 主要和他們的交流 就是放在這裏 怎樣盡量避免 由於 我們的議員 大家都希望 講多些呢 使到那個 表決的時間去到埃門 這個是我那個 用心 在整個過程裏面 我並沒有作任何的決定 有關主持會議的決定 是違反了我作為 立法會主席的 那個中立 公正的那個原則的 至於 泛民主派 給我的那個訊息 梁家傑議員 是通過一張紙仔 告訴我 他們會怎樣做 我亦都想在這裏呢 說明一下 知道泛民主派的議員 23位議員 是會 在進行表決之後 來到 會議廳 立法會主席的座位前面 去拉橫額 這個訊息呢 不是梁家傑議員告訴我 是稍為做一些時間 我和其他途徑了解到 但是呢 是不準確的 當時我聽到的 是說他們會在一表決 完了之後 即使會議都未曾結束 我未曾宣佈休會 他們就會走出來 就會列舉在立法會主席那個位前面 我一定要命令他們回座位 我亦相信他們一定不會 我唯一一個做法 只能夠停會 我當時呢 的確是通知了 建制派的議員 我提醒他們 有可能發生這些事 發生的時候呢 我會停會 我知道呢 建制派議員呢 也都準備好 表決完之後呢 他就會出去見記者 會跟記者說話 我就提醒他們呢 停會之後一定要回來 因為那個會是未完的 那個會議是未完的 我就不想呢 就是一表決完之後呢 就引起一片混亂 那個會是恢復不回 所以我當時的目的 是告訴建制派議員聽呢 有可能表決完 泛民主派如果出來 是不聽我勸告 離開座位呢 我會停會 但是停完會之後 請他們留意 就不要只是在這裡 見記者呢 就過了時間呢 請他們回來 坐下來開會 然後才可以宣佈到那個 優會 後來呢 梁家傑議員 遞了一張紙仔給我之後 我一看呢 原來他們是準備休會之後 才做那件事 那就不影響那個會議的進程 所以我也都立即寫一張紙仔給葉國謙 我剛才給你的信息是不準確 是在那個會議期間 是不會發生的事 那葉國謙呢 就立即通知其他的建制派議員 即通過那個手機的通訊 說取消了 那我就更正 不是取消 是他們決定呢 休會之後才做 那這個呢 都在那個 就是現在 就是 暴露了出來的那些對話那裡 大家會見得到的 那所以這件事呢 我並不要說 就是 將 泛民主派 作為一個 只是 出於對我的信任 是 給我的一些機密的訊息呢 我是不適當地透露給這個建制派 不是一回這樣的事 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辭職 我認為呢 我是需要 道歉的 不過為甚麼道歉呢 我要講得很清楚 我剛才一開始已經是說明 我並不認為 在整件事的處理過程當中 我是有失 作為立法會主席之責 是沒有嚴格執行議事規則 或者做任何事呢 是對議員 不公道 我是沒有這樣做到的 但是呢 我首先要向所有建制派的議員 道歉 因為我參加了他們的群組 是為他們呢 實際上現在 反映出來呢 是添煩添亂 大家都知道呢 上次表決 出現了意外之後呢 所有建制派的議員 都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現在呢 就變成了我 由於我的參議員 是暴露了出來呢 是令他們更加 添加了很多煩惱 這件事呢 我是要向他們道歉 我亦都希望 建制派的議員呢 不要去捉鬼 這個呢 只會 進一步增加 建制派的矛盾 和分裂 我們不需要去追究 為什麼這些訊息會出來 但是起碼呢 出了來 我覺得 也不是說造成一些什麼 嚴重的 一個對任何人的傷害 讓大家 反而可以更清楚知道 整個過程的發展到底是怎樣 我亦都要向 泛民主派的議員 是道歉的 尤其是對梁家傑議員 我呢 如果做得好一些 是應該先徵求他的意見 然後才將他的訊息呢 是傳給 建制派的議員 我又很相信 如果我講明 那個原委 告訴梁家傑議員 聽 建制派那裡 先前已經得息 有些什麼資料的話呢 他也都不會反對我 將他這個準確的 新的訊息 告訴建制派那邊 我當時沒有做到這一步 也引起泛民主派議員的差異 我亦都要對他們表示協議 我會很樂意聽議員 如果這個議案 是在議會裡面進行見論的時候 我會很樂意聽議員 如果這個議案 是在議會裡面進行見論的時候 我會樂意聽各方面的議員 對我的批評和意見 如果最後議員的決定 我不應該留在這個 立法會主席的這個職位呢 我是會完全尊重議員的決定 但是去到今天 由於我剛才說 我並不認為 在主持上星期的會議上面 我是有犯了任何 為了違反一個主席的守則 操守的任何事 所以現在我並不認為 是我應該可以辭職的 對 其實想問一回 你其實是參與了建制派 那個部署的過程當中 那怎樣可以令到 不相信你做可以中藍水智 如果觀感上 主席 主席 東未道 莫和眾議員 和眾議員 的溝通 包括通過殌子仔 通過 hashtag 我一直都有做的 和建制派議員有 和泛民主派也有 在開會的過程當中 例如也不時會有議員來問 到底要多久 才可以進行表決 無論什麼陣營的議員有時都會提出這些問題 也都會通過WhatsApp對我主持會議提出這個建議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直都有做開的 但當然我承認在一次上對於議員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例如建議他們盡量不要道名住等等 這個是我以往沒有做過的 我會檢討這件事 以後是否合適跟任何議員有這類的溝通 但我不認為這些做法一定會影響我作為主席的一個中立性 我主持會議是否公道是否按照議事規則 我覺得大家是有一個客觀的可以有客觀的評價 也都有一些電制派議員建議我就退出了 我想退不退出這個不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即使我留在這裏怎樣用法 怎樣去不會再引起好像今次類似的各方面的差異 這個我想知道 我是 Trans nazi 他只能夠持續 감사i 出去的方便 prinavilion 這是不是 我們不能防止 要是 來自去我 幹嘛 攏 攏 Golod 他們的做法、效果是更加好。 我相信今後也會一樣, 即使是建制派, 都不是所有他們的所謂部署會告訴我。 就像今次那樣, 如果你說我是參與他們部署, 他們要離場, 我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因為你看看那些記錄也會見得到。 可否說一下, 為何你今次參與這個行動, 以及今次的行動, 以及今次的行動, 為何以後能夠確保這個行動呢? 這兩個問題我已經說了, 我再說一次, 我為何參與呢? 因為我是相信, 我參與通過這個方式, 與建制派的議員保持密切的聯絡, 密切的資訊交流, 是有助於, 我更好地主持到這個會, 達到令這個會順利進行, 以及在適當的時候, 可以進行到表決這個目的。 這就是我參加那個群組, 與建制派的議員保持聯繫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 就是中立, 我現在去講, 我只能夠和大家講的就是, 我並不認為, 在過去, 包括在上星期這個會議上面, 我有做任何的事情, 是會有選, 我作為立法會主席, 是會有選, 是中立的原則, 有違反的原則, 那如果有人質疑, 以後, 我做的每一件事, 在議會裡面做的每一個裁決, 依然都是, 公然在大家的監督之下, 所以, 如果我有任何, 過去是這樣, 將來也是這樣, 有任何是, 違反我的中立原則的行為, 那些裁決呢, 大家也都立即知道, 有關的議員都不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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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不足以責任地下, 有關的議員都不會放棄, 我加入了WhatsApp group, formed by all the pro-establishment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nd I communicated with them continuously, almost continuously, during the meeting last week, for one single purpose. 我認為, I believe that by doing so it would help me to conduct the meeting more effectively and to ensure that the debate will proceed smoothly and voting will take place at an appropriate time meaning I certainly hoped that we would not have to vote at a very late instance in the evening because past experience tells us that usually the risks of violence conflicts with the highest as might come near so my hope was the voting could take place not later than in the early afternoon and I believe that by communicating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we can achieve this purpose this is my self purpose never throughout the meeting did I do anything which would contriven all the principles any of the principles of neutrality which the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ure council should adhere to so this is it and of course it is for members members of the council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pass their judgment I was elected by the council to be the president if the council if my colleagues decide that I should step down then so shall I and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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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一個時段,要進行一個表決,是風險很高的,而我們又可以避免的,我們都不採取任何的努力去避免,你以為這個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呢? 主席,你會說,在WhatsApp上,你說大舊是一個賊,所以說是三個條,還有,為什麼你要叫建制派,等大舊才說呢? 第二個問題,第三問題呢,在WhatsApp裡面是叫大家說著,等大舊,不要給三個條件時間,這個而建制派是真的有聽錯你的指示,那這不算是一個參與嗎? 第一,大家要看一看,查尼納是一個開玩笑,大家這麼緊張,這麼焦慮的時候,我覺得,完全我的意圖是一個開玩笑,那句話本身沒有任何的後果,大家都知道。 就是陳偉議員進這個會議廳,是大家都看到的,不用由我來提醒的,那我就想起,以前弟弟的時候,如果我們有些什麼,就是,無論是在這裡玩,危險之類的,如果那些大人說, 就是,就是,就是,叫大家,聰明點,小心點,不要玩啊,就是,這個,是這個,一個講法。 所以呢,我就是,當時是完全是一時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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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那個,那個,那個,貪過人,我自己打過三隻字的時候,都覺得很好笑的。 可以說不是一個很嚴肅的做法。 要求或者建議建制派議員, 等陳韋律議員講完才講, 這個如果你有看, 不只是我的意見來的。 為什麼呢? 陳韋律議員我後來也問過他, 為什麼他不講? 其實他這個意圖也是公開的,大家都知道。 他是想在辯論去到相當後的階段, 提出一個叫做終止待續的議案。 既然陳韋律議員已經坐進來, 看起來好像準備發言, 我當時當然覺得, 陳韋律議員如果先說明確知道, 我們有沒有一個終止待續議案的辯論, 就對於掌控的時間一定是容易很多的。 大家可能都明白, 如果有一個終止待續議案一出來, 我們就要暫時停止原來的那個辯論, 就就那個終止待續議案, 進行一個新的辯論。 而這個新的辯論裡面, 任何議員也是每人可以發言一次, 每次15分鐘的。 那裡是可以臨時, 是將我們的辯論時間, 或者可以說將表決的時間, 是押後很多的。 那有沒有一個終止待續議案呢? 對於建制派的議員決定, 他們講不講, 講多還是講少, 是很關鍵的。 而議事規則的規定, 一個議員只得一個機會, 提出一個終止待續議案, 就是他起身講話的時候。 所以當時呢, 我是這麼想, 我相信很多建制派議員都是這麼想, 如果讓陳韋律議員先說了, 就變成他一定會決定, 提不提出終止待續議案。 他講完之後, 那個局面就會很明朗, 就變成知道, 到底會不會要增加一場辯論。 即當時的意圖就是這樣。 那麽明顯, 我已經看到, 有些建制派議員表示很不滿, 是吧? 那麽呢, 我認為這個, 我認為是沒有必要, 就是建制派呢, 經過上個星期的表決的時候, 已經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也都之間, 這個也不是什麼秘密, 是引起了一些矛盾。 那麽如果因爲這件事, 又是再製造多一些矛盾的話呢, 我覺得是, 是很不理想, 那麽所以我希望, 建制派呢, 都不需要做這個, 所謂捉毀。 對不住, 我不想以為我就需要。